欢迎收看环球透视 你好 我是杨玉希 你好 我是苏廷川 中美贸易战最新一轮的谈判 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 那两国随着来的一系列动作 更是让贸易战的战火越演越烈 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扬言 将从9月1号开始 对剩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震动金融市场 也为中美贸易战蒙上了新的阴霾 而事实也证明市场的担忧 并不是奇人忧天 是 刚过去的星期一 中国放手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跌破7的重要心理关口 也就是7元人民币对1美元后 美国财政部已经正式的反击 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这一系列的变化 让各界也开始担忧 中美贸易战会不会演变成 一场货币大战呢 星期一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下10年来的新低 离岸及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双双破7 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 已经认定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事实上 中美贸易战开打一年多以来 金融市场一直将保7视为红线 美国财政努钦 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作 消除中国操纵汇率 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这也是美国自1994年以来 第一次给中国贴上 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发文 谴责中国将人民币价格 降到近乎历史最低 是操纵汇率 还狠批中国透过将人民币贬值 来偷取美国的企业及工厂 损害美国就业职位 压低美国工人的工资 伤害美国农民的价格等等等等 一连串的负面消息 美国股市星期一顺势大跌 而亚洲股市直到星期二 还是延续跌势 专家警告 中国让人民币贬值 无疑是一面双人舰 可能会产生回旋标效应 除了会激怒特朗普 采取更多的报复行动 还会导致中国大规模资本外流 事实上 中国在2015年8月实施汇率改革之后 人民币进入贬值轨道 就曾经面临资本大规模出逃 中国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稳住行事 历史会不会重演 已经有人悲观地认为 中国等同已经放弃和美国 签订贸易协议的希望 涉及到国与国纠纷的 还有老素敌印度和巴基斯坦 他们之间则关系到土地主权的纠纷 多年来印巴双方都宣称 拥有克什米尔的主权 而且两国从1947年 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来 就为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 爆发过三次战争 时不时也会传出空袭 恐怖袭击事件 然而这一次有别于以往的是 印度政府先是在8月3号颁布紧急通报 说硬控克什米尔 将发生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撤离所有游客 学校停课 还中断部分地区的通讯和网络服务 并在当地部署上万名武装部队 来个全面封锁 结果所谓的恐袭只是幌子 实际上是在铺陈 两天之后的一项重大宣布 而且也是70年来 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政治举措 这就马上去了解 在1949年正式纳入 印度宪法的第370条文 给予印控克什米尔 也就是查摩克什米尔地区 特殊地位和自治权 除了国防 外交和通信 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和旗帜 后来印度当局在第370条文里 增设35A条款 只允许永久居民在当地购买房产 以及成为公务员 而废除370条文 意味着这一切都会取消 阿米特沙还表示 随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取消 该地区会重新组建成为 两个联邦之家区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这个地区 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居多的地区 因此有指印度政府这么做 是要让印度将徒取代穆斯林 成为克什米尔的多数族群 这项单边政策也引来巴基斯坦的不满 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印度的做法 并指将利用所有可能的选项 反对印度的非法措施 该国各地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反对印度政府的政策 当地许多家庭也无可奈何地 被这场政治角力给拆散 虽然这天对不少印度人 特别是排除穆斯林的民主主义者来说 是极其兴奋的一天 但还是有年轻示威者走上街头 Majority of Ladakhí people and whole Kargil they are rejecting Union territory they want to be with Jammu and Kashmir and we want to continue with the 370 and 35A we are against the abrogation of 35A and 370 we just earlier talked about we were very dumbfounded I mean the way it was done and you know like they're talking about some terror attack you know there's some intelligence about there's going to be a terror attack they evacuated all the tourists out of the valley you know they stopped the Amarnatha Yatra 正如该民事威者所提到的 印度政府在宣布废除宪法370条文的几天前 已经开始以恐怖袭击为由 撤离游客和朝圣者 并软禁了有意见的政治人物 禁止当地老百姓聚集 关闭所有学校 并切断网络和电话通讯 相信是出于对艳控克什米尔 穆斯林居民发生冲突和反抗的顾虑 印度当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曾经分两批向该地区增派了数万名士兵 这也是近70年来 印度政府在改变地区特殊地位的问题上 采取的最激烈手段 其实能理所当然被猜到的 就不算高明的政治手段了 那猜不透的还有台湾当前的政治局势 虽然说台湾总统选举半年之后才会举行 不过现在的台湾政坛已经非常热闹 是 那刚组建新党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会不会和郭台平 王金平 联手组成铁三角呢 原本蓝绿两股势力互相制衡的选举 经不起第三势力的冲击吗 广告回来进入关球话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正式创办台湾民众党 建制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 台湾政坛第三股势力酝酿已久 由今柯文哲创党 而台湾媒体传出 败选国民党初选的郭台平 和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正计划会面 运筹帷帷准备出击 甚至传出将会和柯文哲组成铁三角 势必要打破蔡英文和韩国瑜 两大巨头竞选的格局 这将会是三国演绎 还是多角战 台湾总统选战 绝对有得看 距离2020台湾总统选举 还有大约五个月 台湾政坛如今已经非常的热闹 国民党和民进党候选人 虽然已经尘埃落定 不过总统之争会不会出现多角战 多角战令人关注 最近话题不断的除了有在国民党 党内初选落败的郭台铭 还有刚刚阻挡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们俩一旦出战 会不会让蔡英文连认失败呢 第三股势力的崛起 到底会为这一场总统选举 带来多大的冲击呢 我们先请教一下 以下这个视频员许国伟 欢迎国伟 两位好 刚说到这个五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筹组新的政党 也就是台湾民众党 8月6号星期二就举行了创党大会 而且宣布创党之后 短短一天之内迅速崛起 成为台湾第三大政党 而党主席柯文哲就强调了 台湾民众党为民众提供 蓝绿两党之外的一个选择 对 那柯文哲呢 阻挡就剑指总统选举嘛 是第三股势力的巅峰 有时候呢 首当其冲呢 就会是冲击这个蔡英文的胜算 国伟你怎么看呢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为什么呢 蔡英文的这个基本盘来自哪里 大家都说是绿的嘛 那绿的就分成两大块 一个就是所谓的深绿 那么深绿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对蔡英文有些不满 但是呢 在最后还是会给这个蔡英文 可是蔡英文最大的支持力量 其实是来自潜绿 然后还有就是中间选民 还有一些可能是对国民党 不太满意的这些浅蓝 所以今天你这个柯P 他主的这个党 他所瞄准的这些支持者 是来自哪里 潜绿肯定的 而且这过去呢 也是柯P他所掌握的支持力量 年轻人 对 再来还有就是浅蓝 所以就变成说 他跟蔡英文的支持者 会是重叠者 都在瓜分他的支持者 其实刚刚提到这个台湾民众党 现在已经是第三大政党了 那原本的第三大政党 时代力量党 如今是陷入分裂 所以一些网民说GG了这样子 所以还挺可怜的 当中其实有一派支持柯文哲 那再加上其中一个 是支持蔡英文的 还有就是其中一名创党人 林长佐 他又宣布说退党 所以其实这个时代力量 真的完蛋了吗 其实他不是一定完蛋 但是呢 他们是借私还魂 去了另外的政党 也包括说 其实他们是来自于 过去都是 就是潜绿的这部分 是 那么尤其是说 时代力量党 他很多 其实来自于反服貌的时候 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年轻人支持力量 那这些人呢 其实一直以来也都会是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 那么在过去呢 他们其实也很大部分是在支持着柯P 今天他只是分裂了之后呢 所以他这股力量是更大的 集中的来到柯P的新党之下 所以这股年轻人的力量 这股潜力的力量呢 他会比过去更加的集中 他还是一直存在的 其实柯P他之前说 他是因为要找回良心 莫忘初衷 所以才建党组党的 不过呢 大家更在意的不是他的良心 反而是他跟谁组这个政党 所以外界就猜测说 他会不会和这个郭台铭 还有王金平联手合作 加上台湾的民众党 自称就是台铭党 这还跟这个郭台铭没有关系吗 所以其实像柯P畅党 郭台铭还和王金平一唱一和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就可以明白一下了 这是郭台铭的花篮 也就是台湾安定繁荣 是共识 铭记找回良心的初衷 王金平的 他就写到说 台湾团结成金 民心其见太平 各位 他们三个人是真的打算组成铁三角 是 我们都说中国有一种诗 叫做长头诗 就是把你的重大意义的名字 藏在诗里面 我相信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他们都个别把自己的名字 藏在这个花篮的这个树荷 这是让你物理看花 到底是谁 最重要的其实当你包括说大家都在讲 究竟这三个人会不会合作 但看起来合作的这个可能性非常高 而且他们各有优势 比如说郭台铭有的是什么 钱 王金平有的是什么 人 他的人本真的是非常强 那么科兵有什么 我们就姑且说他有神 因为在过去 不管是在媒体或是在网络上 他确实被人家当作是一个新的神 一个新的政治的神 所以有钱 有人 有神 他们三个人真的可以组一个台湾的复仇者联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要知道 今天郭台铭他最主要的敌人会是谁 其实是国民党 因为在国民党的出选呢 老实说是让他觉得非常的难堪 这个败选 他会觉得说他是整个人会被国民党出卖的 所以他今天的主要对手 他会认准国民党来打 科兵他跟民进党是翻了脸 所以他的主要对手会是民进党 那王金平主要对手会是谁呢 其实说穿了就是韩国瑜 这个王金平他不会完全背弃国民党 但是他会瞄准韩国瑜来打 所以这三个人组成的复仇者联盟 带着一股复仇的力量 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杀伤力 而且目标很明确 当然这个铁三角是形成了 但是是如何配呢 是柯郭配吗 还是郭柯配呢 要把这个谁推上这个总统的位置 才会为对手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呢 是郭台铭吗 还是柯文哲 现在如果说以台面来看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怎么组 但是如果以我个人比较倾向的话 我会选择是郭台铭打总统 搭配王金平 郭台铭自己都说了 他一贯就是那种霸气老板 他是不会做副手的 所以他打总统 而且最重要是他有经商的这个经验 而且他整个格局视野也比较大 做总统 选总统这个位置会比较适合 那么王金平呢 在过去呢 他都习惯做老二了 他不想当老大吗 虽然他也很想当老大 而且他也认为说 马祖其实也有脚踏 但不论怎么样 他至少是曾经当了蛮久老二了 所以他可以再做老二呢 基本上不会是大问题 柯B的问题就在于说 他今天是台北市长 如果他也跳出来打总统的话 那么他跟韩国瑜有什么不同呢 你就说你今天批评韩国瑜的部分呢 你自己也说不过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给他让我选的话 柯B你不打 但是这个组合一旦胜选之后 你可以当行政院院长 但是你把韩国瑜 要把蔡英文放在哪里 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是 所以像柯B他都提到了 三国演义在过去只有一次 那么这一次台湾 会不会是另外一次三国演义呢 其实当我们今天来看的话 他不一定完全正确 但是你真的是可以在这三股势力里面 找到当年三国的影子 比如说你这样说韩国瑜这部分 其实就像当时中原的 这个东汉的朝廷 为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也是派系伶俐 然后里面的诸侯也是自己打到乱 国民党其实也这样有一个情况 里面各个大佬争权夺利 然后争位置卡位置派系伶俐 结果像传统那些大佬 到最后没人出头 是让韩国瑜后来居上 这情况就像什么 东汉末年的朝廷 延绍这些四家大族 到最后让谁跑得出来 曹操 那么曹操当时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什么 携天子以令诸侯 今天韩国瑜就是夹 携着他的韩粉 挟持着这个党主席 整个国民党几乎都要听他的 那么我们再看蔡英文 他的民进党 就像尊全的东吴 几代的经营 形成自己一股势力 但是呢 其实也是派系伶俐 可是他们有一个好处 尽管派系伶俐 但是能够一致团结对外 那我们再看说郭台铭 王金平 还有柯碧 他们这个组合 就有点像刘备的这个集团 自己本身并没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根据地 然后不断是从两边在找这个人才来帮助自己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备可以跟孙前合作 但是呢 也是会跟孙前翻脸 同样的孙前也是会跟刘备翻脸 但是两边是可以合作 来一起对付曹操 这个情境应该是在赤壁之前的情境 是 这肯定在赤壁之战之前 赤壁之后的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今天我们再看的话 这个情况也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蔡英文跟柯碧之间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敌人 就是韩国瑜 当然我们要知道说 韩国瑜跟蔡英文 代表着国民党跟民进党 现在他们的支持者是相当稳固的一群 而现在比较 比较奇怪的就是在于说 郭台铭 王金平跟柯碧这一块 他们的支持者 最后的力量会来自哪里 很显然的就是来自于 潜蓝 潜力 还有中间选民 因为韩国瑜的支持者 深蓝这一块是不会跑 是 至于蔡英文 胜率也不会跑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三方势力 就像三国一样 到最后要发生气饱效应的时候 也就是说如果郭台铭这里发现自己 我真的不能赢的话 那么我要把我支持者 往哪一个方向推 你觉得他会往哪里推 小英 小英 对 是的 郭台铭他不会让自己的支持者 往韩国瑜那边去 王金平也是不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会可能会让自己支持者 往小英那个方向去 了解 那这个台湾总统选举呢 其实不只是报道的是了 中国大陆呢 自然也非常的关注 中国大陆已经是提早行动了 鉴于当前两岸关系 中国第一次公告民事 暂停中国游客到台湾自由行 那根据估计台湾每个月 损失十五万人次的大陆客源 而且中国媒体还说 这是北京送给台独的钱菜 那你如何解读这提早到来的钱菜呢 而且会不会有反效果呢 当然我们现在看过去台湾的选举的时候 他们常常都说一句话 就是中国大陆一些中共共产党 往往是选举的最佳助选员 上面这选举的时候 我们看到周子怡事件 动作很多 是的 那这一次呢 老实说有点早 但是他最主要目标是什么 其实打了还是经济牌 也就是说 他可能要让整个台湾经济陷入困难 经济一旦有问题 人民的这个怒气会 是 对 厌气会往谁身上发呢 其实就是往蔡英文政府 然后谁又能够解救呢 也就是发大财 韩国义的发大财 但是这个招数呢 究竟有没有效呢 其实还要再继续观察 也可以是郭台铭的发大财 没可能 对 其实这场选举 还有差不多半年这样才会举行 不过现在已经是天天新鲜 天地有不同的演变 说不定到最后铁山脚没有形成 希望下次国伟上 做开环球的时候 不会被打脸 好 我们今天不是一样 谢谢国伟 谢谢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回来有环球名人方 我们专访香港第一位金像奖 双料影后 叶童 是 叶童在八十年代 平平得奖 叱吒影坛 但是他却在这个巅峰时期 急流勇退 过着他口中的树雄人生 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呢 记得锁定环球透视 欢迎回来 爱酒之人会说 冰冰凉凉的啤酒是阳远的凉茶 但原来啤酒也分不同的流派 是不是好像中国功夫那样 分什么咏春派 武当派 各门各派分得清清楚楚 那啤酒界到底分成多少流派呢 我还真的没研究过 不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 是修道院派的啤酒 Trapies Beer 因为负责酿酒的 竟然就是真正的修道士 这里是位于英国拉夫堡的 圣伯纳德山修道院 任谁都想不到 神圣的修道院内 竟然藏有一座酿酒厂 而且负责酿酒的 还是修道院内的修道士 这一边修行 一边酿酒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钱 生活所逼 修道院也必须面对现实 建于19世纪的圣伯纳德修道院 是英国唯一获得官方授权 酿酒的修道院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 这家修道院依靠 饲养奶牛维持生计 和修道院的运作 但随着牛奶价格不断走低 修道院只好选择卖掉奶牛 并到欧洲其他的修道院 学习酿酒技术 圣伯纳德修道院 如今每个星期 能够生产6000瓶啤酒 甚至还出口到荷兰 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 尽管从酿造啤酒 获得不错的收入 但是修道院的生活方式 也必须获得优先考虑 其实除了啤酒 一些修道院也会生产面包 奶酪 巧克力和其他产品维生 至于外界担心修道士 会不会因此变成酒贵 修道士们则说 他们其实不常喝酒 只会在复活节 圣诞节 喝上几杯 欢迎进入环球名人方 对于香港影坛 第一个双料金像奖 你存在多少想象呢 听起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得金像奖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还要是双料影后 还要是香港影坛第一人 绝对不是幸运 更多是天分还有努力 他确实是一个很努力的艺人 他是叶童 和他合作过的哥哥张国荣 曾经称赞过他是个演戏天才 80年代的他 每隔几年就提名大小奖项 也凭精湛的演技 摘下了影后的桂冠 女扮男装 反串成许仙 让他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眼见他的事业还能够再创巅峰 不过他却选择慢下来 就算到了今天 他依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还想继续实践他的树雄人生 是 郑职业同来马参与第三届金环奖的评审工作 我也特别和他面对面做了一个独家专访 马上去听听他如何笑看人生 他是烈火青春里的Tomato 也可以是表错七日情里的杨奈东 或是中国影迷熟悉的经典反串人物许仙 近期一点的就是电影《沦落人》里 饰演黄秋生妹妹的梁晶莹 不管你怎么称呼他 不管他曾经在80年代 每隔三几年就拿奖 他只想做回叶童 所以他当初没有在事业巅峰的时候 再下一城 成了很多人的疑惑 是我体力应付不了 有一段时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 其实那段时间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很多工作会有机会参与 可是你根本你不可能一下子 去参与那么多机会 就好像很丰富的大餐都摆在你面前 要让你完全把它吃光 你根本你尝不了那个味道 你也吃不下那么多 那何必要拿那么多呢 我不可以给最好的你 那倒不如就把机会留给别人 他选择放慢脚步 但没有停下来 大家依然陆续看到他的作品 或被狗仔偷拍他的日常 其实我在人群里没有那么突出 所以我可以可以多观察别人到底在 就是正常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我的事业方面 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话 我想我必须要更贴近 更贴近大众 更做回自己 我想会对我的演出的灵感 会有更大的启发 有些人是这样评价他的 说他是一个只看到作品 看不到任何绯闻的艺人 是真正的演员 而不是明星 低调 似乎成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是需要一种放空 放松的空间的状态 好像现在就是大家都会很喜欢 把自己的生活呈现给大众 然后到哪里吃饭 到哪里做什么 都很有兴趣跟大家去分享 我暂时还不想这么做 我暂时还是觉得 简单一点平淡一点 所以他的生活里是没有脸书或其他社交媒体 他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我还是比较喜欢面对面的那种接触 那种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有温度的 比较有温度的 比较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你的看法 你的感受 不过在这个追求大数据的时代 他不时人间烟火的观念 正在受到一定的考验 最近的确是有人说 就是你没有一些大众的媒体 就好像就不知道你有多受欢迎 就不知道你有多少人关注你 好像现在某一些数字 就变成你的人生是不是成功的一个指标 我认为应该多元化一点 毕竟我们大家这个社会 都是由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人种人物去组成的 所以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地方跟全世界其他地方 变成完全没有差别的时候 就感觉怪怪的 在素食时代的洪流中 他选择逆行慢慢走 淡然的态度 丝毫不担心会因此错过什么 有一点点感觉是真的 现在的生活戒奏太坏了 我想我们真的要走慢一点点 不要猛想着去追追追追追 会开心一点 那我其实我自己是朝着这么一个方向去走 所以可能我像那个树红 树熊什么反正动作很慢的那种 就是很慢 反正他就是虽然动作很慢 可是还是活着 谁说人生只许快步行走 像他这样用心感受生活 享受生命温度的艺人 才能诠释好每隔半年的角色 忠于自己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叶童的人生态度让人听了充满共鸣 那就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女歌手 唱出多少少女的女性的这个共鸣呢 说的就是本地的歌手Amy文小飞 这个新晋女歌手 无论是发布的新单曲 还是在天空音乐节的表现 都赢得不少掌声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把好声音 今天节目结束前就来听听他的最新单曲 我是雨昕 我是靳川 韩秋豆市明天再见 晚安 我生开 我生开 我天在 啊 人谁也着急不来 人谁也着急不来